五神主宰,第五千四百六十九章,出了意外,什么情况?魔力一脸呆滞,这才过去多久,怎么先前还威风凛凛的千言鬼影就这么跪在那里了?难道跪着那么舒服的吗? 而且,先前那一尊恐怖的虫类强者,此刻也跪在秦晨身前,很显然,自己先前显然是误会了,死鬼羞,竟也是秦晨麾下 一时之间,魔力发丝在海水中凌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魔力小子,我觉得,咱们还是别和那小子,为敌了,这秦晨,邪门 罗侯魔祖此刻也忍不住开口,声音有些颤抖 人比人,气死人 罗侯魔祖本以为,魔力已经是天地兼集气韵之大吉者了,可和秦晨一比 算了,还是别比了,怪伤人自尊的 魔力,这次你做得不错 介绍下,这一位是试魂鸣虫,这位是千言鬼影,如今都是本少属下 秦晨对着魔力微微一笑 这一次,若非魔力将对方引来,自己也不会收服得那么轻松 魔力脸色难看,什么叫做得不错,搞得自己好像是他下属一样 哼,秦晨,作为对手,我要奉劝你一句 虽然为了变强,可以用各种手段 但是,为人最基本的尊严还是得保留,别为了某些东西,而迷失了自己 魔力冷哼一声 魔力此刻想明白了,秦晨这么厉害,不过是因为投靠了幽冥大帝而已 以四级大帝之能,收服千言鬼影,还不是手到擒来 换自己,肯定能做得比他更好 只是自己不屑这么作罢了 秦晨皱眉看着魔力,这家伙在说什么 他也懒得去细揪 淡淡道,魔力 你再走一趟,去将石荒大帝麾下首领邀请过来 魔力很想说凭什么 但他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千言,你先跟他回去 秦晨又转头看向千言鬼影 千言鬼影不能离开太久 否则容易被人怀疑 是,主人 千言鬼影恭敬道 妈的,晦气 魔力吐槽了一句 当即和千言鬼影转身离去 哄 两道身影,划破长空 千言兄 先前里面发生了什么 路上,魔力狐一问道 他心中也很是好奇 秦晨是如何收服这么一尊巅峰超脱级的强者的 利摩兄若想知晓的话 可以去问主人 千言鬼影,微微一笑 魔力,很快 两人便回到了驻地所在 魔力再度用同样的方法 将石荒大帝麾下的不死石佬给约了出来 这不死石佬在看到秦晨给魔力的另一个盒子之后 脸上同样露出震惊之色 迫不及待便要跟着魔力前去 这让魔力心中奇痒无比 秦晨这小子在盒子中又放了什么 怎么什么人见到都是这副表情 带着不死石佬 魔力很快又来到了另一处约定的死海海底 之前秦晨是用弑魂鸣虫迷惑了千言鬼影 魔力好奇 这次秦晨又该如何去迷惑不死石佬 毕竟不死石佬乃是石荒大帝麾下 和弑魂鸣虫不至于有那么大的交情 只是让魔力惊愕的是 当他们潜入海底之后 这次守候的却不再是弑魂鸣虫 而是一尊宛若石像一般的鬼羞 身上散发着恐怖气息 石像鬼祖真的是你 你怎会在这里 见到石像鬼祖不死石佬当即骇然说道 一脸震惊 魔力 听到不死石佬说的话 几乎和先前的千言鬼影一模一样 魔力的表情顿时虑了 草 又是这一头 魔力默默地远离了此地 算了 行真嘞 下一刻 哄 死海全眼之水出现 浩浩荡荡 封锁虚空 哄哄哄 封锁之地顿时传来 道道轰鸣之声 隐约间 魔力似乎还听到了 不死石佬的怒吼之声 又开始了 魔力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突然 哄 四周的死海之水陡然翻涌 一股令魔力感到星际的恐怖气息 从那封锁之地对墨地传递而出 方圆百万里内的死海都瞬间沸腾起来 这是什么力量 这一股力量之恐怖仅仅是散一出一丝 魔力便是不由自主地浑身要颤抖起来 从灵魂层面感受到了星际 大地 这股力量 这股力量甚至远远凌驾在修罗道祖之上 这绝对是大地级的气息 魔力亥然 豁然抬头看向封锁内部 出意外了 意外了 好在 这一股气息只是围持了片刻 便消散了下去 死海之水中间 秦辰脸色铁青 在他身前 石像鬼祖 不死石老和石妹大地贵妇在那 石妹 先前到底怎么回事 秦辰脸色难看 在他先前奴役不死石老的过程中 不死石老灵魂中 竟爆发出了两股大地之力 若非秦辰掌控了溺沙神剑 关键时刻有小神帮忙 他差一点就暴露了 主人 我也没料到 那石荒大地 会在此人脑海中种下两道印记 属下虽然第一时间查探到了 但石荒大地传闻 乃是明界一颗太古明石化形成道 对魅惑之力 天生有比较大的抗性 所以 石妹大地脸上有着自责 石荒大地 乃是明界开辟时 一颗明界祖石化形的道 拥有铁石心肠 魅惑之力 对这类生灵会大大削弱 那现在情况如何 秦辰沉声道 主人 属下以第一时间魅惑封印住了那两道印记 但是先前的那一丝大地波动 定会传递部分到石荒大地那 若是那石荒大地谨慎一些 极有可能会主动释放投影前来查探 石妹大地 脸色也极其难看 不过 主人你放心 只要不是那石荒大地本体轻质 以属下现在所恢复的实力 灭杀他一道投影 并非难事 石妹大地急忙诱导 可这样一来 我等也就彻底暴露了 秦辰目光阴沉 有石妹大地在 一尊大地投影 的确不算什么 可所引发的动静 却必然无法掩饰 假若那石荒大地 释放出投影前来 还有多久会降临 秦辰沉声询问 不死石老脑海中的印记 已被属下封印 所以 此地已经没了石荒大地投影 直接降临的载体 以那石荒大地所在区域和实力 他投影想要横空赶来 大约 一个多明届日 石妹大地忐忑道 一个多明届日 秦辰心中一领 这时间实在太短了 本来秦辰还准备慢慢布局 现在 显然必须得加快节奏了 而且 先前这里的波动 不知是否被人给察觉到了 收起石妹大地 秦辰一挥手 四周无数死海泉眼之水 瞬间消散 秦辰 先前发生了什么了 怎么这么大的波动 死海之水一消失 魔力便瞬间冲了上来 脸色难看 无妨 出了点小意外 不过已经解决了 秦辰豁得抬头 看向死海上空 眉头一皱 有人来了 你们两个解决一下 下一步计划 明天一早就执行 话落 秦辰身形一晃 骤然消失 妈的 镜给我流烂摊子 魔力都快气疯了 他很快看向不死石佬 快 给我来两下 不死石佬一愣 还愣着做什么 魔力气急败坏 都一群什么人啊 没脑子吗 死石 死海上空 搜搜搜 几道身影正迅速飞掠而来 乃是在这附近巡逻的强者 被先前的波动给吸引了过来 就是这里 刚刚似乎有动静 什么情况 走 一起下去看看 这几尊鬼羞对视一眼 巨视来自不同的势力 正准备潜入死海 突然 哄 死海水炸裂起一道万丈浪花 下一刻 两道身影从那死海之中冲天而起 杀气腾腾 正是不死石佬和魔力 此刻 魔力浑身伤痕累累 有鲜血流淌 极其的狼狈和愤怒 但是目光依旧冷冷 看着不死石佬 带着冰冷和杀机 是不死石佬 还有 修罗道祖麾下的力魔 他们两个 怎么在这打起来了 众人一眼就认出了两人 不由的惊讶出声 不死石佬 乃是石荒大帝派遣在这死海的首领人物 巅峰超脱级的强者 一身实力极其恐怖 在这死海之中自然颇具名声 至于魔力 本来默默无闻 在经过斩杀鬼二一世之后 名气也已然在这死海之中打开了 众人都知道 在这死海谁都能惹 就是不能惹这个 连石殿炎帝挥下都敢杀的家伙 面对众人的众人 两人却是质若罔闻 只是彼此对视 魔力抹去嘴角鲜血 立刻道 不死石佬 如今死海乃是修罗盗祖大人在执掌 我是看在石荒大帝面子上 只是让你 将麾下所打探到的一切动静 向修罗盗祖大人汇报 你竟敢对我动手 不怕修罗盗祖大人责罚吗 魔力杀气腾腾 哼 不死石佬冷哼一声 面露不屑 立摩小子 别拿修罗盗祖来压我 本老乃是石荒大帝麾下 岂去听你好令行事 本老这次看在修罗盗祖的面子上 留你一命 只是略失成见 下次若再敢在本老面前猖狂 休怪本老不客气 不死石佬重重 冷哼一声 瞥了眼在场的其他人 转身瞬间消失天际 我这次看在这边判断时